大家好,歡迎收看樓市事件 我是今集主持人Winnie 今集請到詩先生跟我們談談最新的樓市 你好,詩先生 大家好 今日中原城市領先指數CCL 最新報189.52點 按週又跌了0.46% 數字連跌了兩週 累積跌幅有0.95% 事實上,CCL對上一集都未升穿 不過兩個星期前,CCL已經升穿了2019年6月190.48點的歷史高位 曾經高見191.34點 破頂後,現在又連跌兩週 會否是樓價上升伐力 還是會否跟近期股市波動、財產蒸發了事 究竟短期內的樓價,你覺得如何發展 一、兩個星期的上落 很難看成趨勢性的變化 股市縮短去看,每一個時段都想上落落 你要看長一點 如果拉長來看,你會看到趨勢是向上 我認為,上升趨勢,現在還未跌破 不過,見了高位後,有少許阻力 需要增持一下,再上升 這是很正常的 加上上星期,一個多月 整個投資市場,衝擊很大 股市的高位下跌,差不多跌至兩成 樓市的回應,相對輕微 如果純粹是股市波動,影響有限 今次,某種程度,整個中國內地的經濟路線、民生政策 似乎有些向左轉 某種程度,社會主義成分增加 對商界或投資者,都會先看定一點 不知你變得多好 好像鐘擺,急速向下擺時,還有一段路會沖 我認為,中國或世界都存在的問題 要面對,是應該的 例如,現在想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人類偉大理想 我們批評,社會不妥的地方 貧富懸殊、貧者與貧 一比九十九,大部分人 都分享不到,經濟發展、科技進步的成果 社會上多些人,可以分成成果 我相信,切中時弊 亦是為多數人所支持 問題是,做生意的人 不知你用甚麼方法,去共同富裕 如果你說,結婦濟貧,由政府出手 強行,要你捐出來 怎樣都好 都是對做生意的人,有些恐懼 因為,有些人不想捐 究竟規則是怎樣定? 對商界,或整個社會資源分配上 有些人會擔心 如果每個人都均負 做,又是這麼多,不做又是這麼多 動力又何來呢 改革開放,容許一部份人先富起來 為何會先富起來? 做多了,會取得更多 人民會努力 做多一點,和不做的,都會取得更多 取得更多,就回去做就沙漏 這是對整個社會資源分配的問題 這個問題值得去研究 要將對問題的看法,接下來打算怎樣做 現在提出,具體做法就不算好 另外,對於行業的監管 對於資本的運用,怎樣才是合理 現在很多利用市場資金,去消費 公司認為資本無罪擴張 資本無罪擴張 其中一個無罪 本來,營運常規是賺錢 有盈餘,加進去 不賺錢都去 財資都去投 那就無罪 沒有賺錢,這樣擴張 本來,盈利是喊管 一間公司,做得好嗎 應否被擴張 國際管理規矩 你看看競爭對手 貶加上市 他叫貝殼,上市前三年都蝕本 如果他不是上市取得一筆錢 其他公司上不到市,就失敗 他都是靠資本,去支撐他的生存 不是靠營運得法,令他生存 不營利的,是否等於營運不得法 所以他認為,資本運用上,現在都是一個問題 成果分配上,資本運用上 行業的社會責任上,都產生很多新的討論 令到整個投資界,要重新檢討 在這種情況下,大家不夠膽 股市蒸發數以千億計 整個社會的錢減少,買樓的錢減少 整個社會的投資能力,都下跌了 現在,中國政府開始,對有些事情進行解釋 共同賦予,不會殺富濟貧 不殺富,不過會結富 可能會派少許定心願 還有,管理的嚴謹度 究竟去到多遠,以及一步到位 或是有一個循序戰進的過程 我明白 股市波動,都壓實了少許投資的氣氛和動力 剛才提到,二手CCL的樓價,一直破頂後 很多人都覺得,香港的二手業主叫價強硬了 令到二手交投慢了 但其實,價格並沒有下跌 你覺得,二手最近交投慢了 真正原因是,樓價破頂後有阻力 剛才你所說,有少許阻力 還是,關於一手新盤的事 因為新盤,今個月都很熱鬧 會否搶了客戶,始終條款比較好 新盤,不算多 比上個月好一點 我認為,以我的觀察,前一輪升的 那些是業滿屋苑 那些是CCL成份屋苑 所以那些市場上,會在指數上反映得明顯一點 但這群市場,屬於多數人喜歡的市場 選擇後 市場的購買力,其實沒有同步上升 現在買不起市場,唯有買一些比較二線的市場 那些市場上,不是中原城市指數的成份屋苑 升了也沒有用 那些市場上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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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市場上升完業滿市場上升冷門市場上升冷門市場上升冷門市場上反映不了 市場上升冷門市場下升冷門市場 市場上升冷門市場上升冷門市場上升冷門市場上升冷 大家亦不選擇冷門市場下降 有時報紙還會看到創新高 那些不是我們的成分屋苑,所以沒有反映出來 市長,你仍在上升動力裏面 只是停一停,去二、三線 可能之後二、三線升上來,客人又回藍炒 都要看國家的政策,是否能解釋給投資者放新一些 中國政府的看法是,美國才緊張股市、金融 中國緊張實體經濟、製造業 不買股票、不買房子,對國力沒有影響 外國都要打金融戰,來衝擊我 你不能升,我安全一點 最怕你升得太高 人家一來搞你,你就出現股災 跌到這個水平,都很難出股災 市民覺得,樓價升了這麼多 可能市民會想,不如先租住 但現在跟現在還是暑假,租沒旺季 其實去年,租金升至幾個月 中原市租金指數的CRI 至今,確認有 gig Sony compliance 現在零售現的 ب granted яз 還是有其他原因,你又如何看待之後的租金發展? 三盤帶動租金,是因為你對中原租金指數的計算不了解 中原租金指數和中原城市領先指數,都有一批成份屋苑 那批成份屋苑,通常日了火,一段時間看到交投相對穩定 我們才選擇成份屋苑 新入伙,不在列表 另外,新入伙,不會推高租金 通常一個新的屋苑入伙,大量租盤出現 業主收樓,有些是投資的,都租出來 當時的租盤最多,價錢在競爭下,會下跌 不會升,所以租金指數上升,與新入伙無關 為何會連升五個月? 香港的實體經濟,住屋需求,沒有減少 社會上很多人說,很多人移民 不賣樓便可以,不退租便少 移民在市交空租 因此,租金指數上,由租金指數上升五個月 反映租募市場,仍然旺盛 需求有強烈 Focus 租金指數上升五個月 租募市場仍然旺盛 注意到租金指數上升五個月 有些報紙描述得如此嚴重 所以,租金繼續升至年底,也有機會繼續升 暫時看到,就正在升 多謝今天的施生分享,我們今集說到這裏 再見